今天直播的是诺基亚近期将会上市的一款新品手机就是诺基亚8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我们先把机器拿出来 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还是稍稍有一点重的 我们放这一遍 继续来看盒子里面的东西 纸壳下方卡针 第一个入门纸囊 第二张产品安全信息 第三张是保修卡 接着来看原厂的保护壳 看这一色一个盒子 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首先数据线和耳机 转接线还有充电器 给一个全家服定装罩 所有的配件就都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配件的情况 首先充电器 侧边的插电口 然后这边的输出功率 9V2A 12V1.5A 18W的最大输出功率 输出线 来看到这个线材很粗 粗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看到 这是3.5毫米耳机接口的粗度 比这个细不了多少 所以这个线还是挺粗的 然后这边是正常的Type-C的接口 看我们来瞧一下它的水线长度 很标准 1.01的长度 好来看一下耳机 这边是一个入耳式的耳机 额外说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耳机的接口 也是Type-C接口的耳机 然后线材 这里是编织的线材 耳机线很长 大概要到1米3左右 好了配件展示完成 接下来咱们要看产品 刚才咱们开箱的时候 我刚才说这个摸在手里的 第一感觉有一点重 那有多重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重量 预备 放182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保护壳放在上面 195克 那为什么它会比较重呢 咱们打开产品来瞧一瞧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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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 撕 还有贴幕我们接着撕 借助咱们房间里面的灯光 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展示 正面的情况 背面的情况 大概是这情况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 大家应该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两边有比较大的曲率 然后我们再来看边缘这个位置 比较特别 这个边缘的最靠边这个位置 用了一个极窄的边框 它做了一个前后 类似对称的这么一个曲率 所以导致中间的边框 非常非常的窄 给大家看看侧边 大家可以瞧瞧边框的窄的程度 这个边框的材质 我看了一下官方的参数 它是不锈钢材质 然后不锈钢的话 优点就是很硬 同时也不会被腐蚀 但是相应的它会比较重一点 另外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在打磨的时候比较困难 正面还是其实比较简洁的 上下没有任何的额外的logo 就是一个很平的 然后旁边带弧度的这么一个板 我们再来看背面 上面是两个镜头 然后中间有一行小字 蔡司认证 蔡司认证的镜头 旁边这边是一个双色温的闪光灯 下方的正常的指纹识别 顶部这边一个刺麦克风 一个天线调带 然后在边框这边有两道很亮的切边 大家注意看边框这里有SIM卡槽 当它拿出来的时候 边框这个部分呢 整个这块都拿下来了 那简单的说呢 这个SIM卡槽的宽度 就是这款手机的边框的宽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侧 这侧正常的音量键和电源键 同样是很窄 然后再看下边 这边呢是正常的Type-C接口 然后是单侧的扬声器 以及单侧的麦克风 这就是它整个的 一个外观设计的情况 应该说呢 在目前一众厂商当中 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设计 有一个令我们担忧的地方 就是它手感怎么样 会不会因为过于窄的这个边框 而导致手感变畅 那么它的诺加的解决办法呢 就是前后用了非常大的一个曲率的玻璃 所以它的整体的手感呢 并没有我们担心的 那样会有比较割肘的一个情况 那个倒没有 好 我们接着来看产品 不废话 下面开机 好 这就进入到了这台手机的一个桌面 根据我们个人习惯 第一个先来瞧一下 它们里面的一个第三方程序的情况 三个 微信 支付宝 微博 这应该是咱们目前比较常用的 这三个程序 好 我们来瞧一下系统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直接看第一步 就是浅色背景是这样的 浅色背景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两边的边框的情况 以及上下额头和下巴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呢需要说一下啊 这边是一个很标准的曲面屏 只有OLED屏幕呢才能够做出比较完美的这种曲面屏 所以呢这个屏幕呢是OLED屏幕 显示这边看一下正常的亮度啊 包括这个休眠时候可以显示的字体 这个都是OLED屏幕独有的一个卖点 比如说我们看啊 关闭屏幕之后 然后呢 大家看到我晃一晃手机 它就会检测到这样 另外呢由于OLED屏幕的本身的特性呢 显示这个画面呢 基本上是不费电的 然后需要说一下 它这个整体的菜单的风格啊 基本上就是那个谷歌原生的风格 还有一个黑白模式 黑白模式呢 应该就是为了这个A屏单独所适配的 大家知道这个OLED屏幕呢 对于色彩这边呢 如果你用的色彩越少 那么省电就越好一点 如果我们启用这个黑白模式的话 然后大家看到整个画面就变成了黑白的 有点像电子书的那种感觉 我们下面呢抓紧来给大家看看 这台机器作为主要卖点的拍照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拍两张照片 我把美颜呢完完整整的全都关掉 然后只是正常拍一张 咱们看一下效果 接下来呢咱们把美颜开到最大 好再看一下效果 因为它也是正常一个双镜头 然后它这边是要选择一个虚化背景 它的这个虚化呢 并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那种虚化 这边有一个专业模式 这个是我个人一直很推崇的 这个也是诺基亚独有的 直接手机拇指在这个位置向左一滑 就调出了专业模式 大家看到在专业模式下呢 你可以用一个拇指就非常快速的调节所有的选项 包括感光度也好 对焦也好 快门速度也好 所有东西你都可以用一个拇指来快速的调节 大家关注的当然还是有关它性能的方面 安卓8.0 2560乘以1440正常的一个2K的屏幕 5.5寸的尺寸 这里还要说一下这个机器就是比较小巧的 我们再拿一个小的机器吧 这是iPhone 8 这应该是目前公认的除了SE之外 比较小巧的机器了 就是它那个屏幕尺寸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一个5.5寸的机器 但是和这边的iPhone 8相比呢也不差多少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这种小屏幕的产品的话 那么小屏旗舰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算是一台 比较标准的小屏幕旗舰了 然后呢我们简单的来试一下这个跑分吧 这个还是那句话 这个跑分不是很严谨啊 只是就给大家大致看一下它的成色怎么样 好20万6000 这个虽然不是一个最佳状态 但是也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大致的水平 大概是这样 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最后一线任务 看一下它的绝地求生的表现怎么样 好大家看到这个所有画质都已经是到最高了 骁龙835的话呢 其实运行这个游戏呢 没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其实主要看的就是 它的一个在拖拽的时候 你快速的换你的那个镜头的时候 它的帧率是怎么样的 你看你周围的时候帧率是怎么样的 其实如果你用肉眼来目测的话呢 它和845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小的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其实不用特别的去担心它的这个气能 刚运行完一局吃鸡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的情况 36 37 在镜头的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上面这个位置比较热啊 40 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正面 好 基本的温度情况啊 给大家展示完成 就在额头这个位置 就是边框这个位置 会有一点热 好 简单总结一下 这个产品呢 我们在拿到之前 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机 但实际上拿在手里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很小巧 即使和目前公认的啊 就除了SE之外的 最小小的iPhone8相比呢 也差不多多少啊 还有呢 就是它用的是一个极窄的边框 另外呢 核心的卖点就是两点 第一个区别名 第二个蔡司镜头 其他方面呢 做工诺基亚呢 一贯是可以让人信任的 这个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呢 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 还有同学说 你这个机器凭什么称为旗舰 难道仅仅是骁龙835 加上6加128吗 当然不是 接下来呢 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 它额外的几个卖点 有同学说 你是不是去取核桃去了 不是 我去取鱼缸去 把那个鱼捞出去 就剩一个缸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具备防水功能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砸核桃已经不能作为诺基亚的卖点 在水里砸核桃才是 旗舰机型该有的卖点的 那么仅是个卖点的 其实这个机器写的卖点 让我们的卖点 是一个人出来的 调畅 是一个人来读谤的 就在有同学说 所以我来约 第一个人